在台灣西部有條慢火慢石慢油的 浪漫大道台山縣 讓五熊小豬一起帶大家 暢游台山盡情玩樂 今天一起帶大家去新竹囉 目前就藏在這間宗詞裡面 如果在三分鐘之內 你們沒有找到牌子就會跑到下一家宗詞 好累喔 十三分鐘 太突然 太突然 你們想在這裡會不會太狠 所以我們下一站就算過關了嘛對不對 還有喔 還有 我今天也是冰 一百年的歷史喔 對 而且很便宜你知道嗎 是王力宏吃過的 王力宏吃過 所以吃了會變王力宏 有沒有 很好吃 你要吃一下柿餅 這個咬起來就會有一種 咬到果肉的感覺 果肉 吃久了它有一點像是那種 烤龍眼的味道 有 龍眼乾的感覺 對 有一點 然後很像 明明吃柿餅怎麼會吃到龍眼乾 對不對 很像 很刷子牙 很像 因為我們要用龍眼木烤 好香喔 好香喔 我就是覺得有一個烤味好香 歡迎收看台山愛玩客 耶 我們現在在這地方呢 感覺呢 是個很雄偉 磚顏的地方 沒錯 這個地方呢就是 藝民廟 那你知道藝民廟的由來嗎 你知道嗎 我知道 就是乾隆五十一年 林爽文他在這邊叛亂 然後當地的人就舉成一個團隊 然後就跟他們打架 然後就平反了這個爭亂以後呢 然後地方官就跟乾隆說 可不可以給他一點獎勵呢 是 然後於是他就包養他們為藝民軍 所以在藝民廟跟三三廣 上面都會有一個包中的扁鵝 是不是很厲害 厲害 所以這就是藝民廟的遊覽 你在幹嘛 我講得口乾舌燥了 身為一個專業的新主人 你要帶我去吃什麼喝什麼呢 我跟你講 今天的不只是要吃喝 我們在吃喝之前 還有一個小遊戲要玩 看來 板子來了 你看 找到貼有此柿子圖片的店家 回答出店家所提出的問題 答對就可以得到獎勵 所以我們現在要到附近去找找看 有沒有這個圖啦 可是新竹這麼大 你給我一點提示吧 沒關係 我們先過去看看就知道了 好不好 過去去哪 那裡 走 好 今天來到新竹縣的新浦鎮 要來好好認識一下新浦鎮的歷史 更要好好感受一下台三線上的 漫遊與漫火 鎮上的一名廟雄為助力 代表著新浦人的信仰中心 更重要的 還有為數不少的百年宗詞 老巷街道和百年老店喔 所以偷偷告訴你們 等等的題目也會和老新浦的生活 息息相關 跟著來去看看吧 真的嗎 是不是這個 柿子的那個圖 來…老闆… 這個東西不是你平常有的喔 對 我們是不是要找你 對不對 對 就是要來找我 這個是什麼 這是新浦的菸廠 菸廠 那我們可以吃了嗎 那要回答我一個問題 新浦三階六項九中吃 那其中的三階在哪三階 三階一定有 我跟你講這很簡單 一定什麼中山中正一定有 然後或是什麼和平仁愛 仁愛一定有種 有種一個 中山中正你確定沒有 中正有啊 阿姨還缺哪一個啊 成功啊 成功 成功 就是成功 可以耶 答對了 成功 中正 和平成功圈 中正是鹿耶 對 這三階 好喔 那我們可以吃了 第一題先來個牛刀小事 沒錯 新浦有所謂的三階六項 舊中詞大概就寒刮了新浦人 日常生活的全部啦 答案的三條街 更是新浦人開發的 氣緣道路 尤其是這條貫穿中正路 和和平街的新浦市場巷弄 更是新浦人 每天必來捕獲之地 而邱大哥的煙茶 聽說是傳了三代的 經典客家小吃 現在就賞你們來吃看看 味道如何吧 我可以吃了 但是可以彈那種 對 還有彈性 這個醬是什麼醬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辣醬 那為什麼辣醬不是紅色 是這個顏色 因為我們沒加色 好Q喔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Q 很Q耶 沾一點吃 好吃耶 這個醬吃到後面真的蠻辣的 後面會微微辣辣的 還有味噌的一點香味在裡面 原來這是你們自己獨創的嗎 對 我們自己獨創 已經做了三代了 三代了 已經三代了 拔工那個時候開始 因為客家人那時候 比較節儉 對 然後它因為豬肉那時候貴 然後他們就會先用 像以前那樣糯米腸 這些方式去灌 肉就沒這麼多 對 那後來就是 改用地瓜粉去灌 大家都吃習慣了 所以就是這樣子流傳下來 客家人節儉的習慣 就沒有改變它 這是最傳統原始的味道 好 好耶 老闆的燕腸 真的是有功力的好吃耶 聽說大哥 只有每天現宅的溫體豬肉 下去製作 吃起來清爽不游膩 Q彈又乏順 就是在地人 才釋獲的好味道啊 好累喔 找好久都找不到喔 我看到了冰店 不論我們先吃個冰店 再找吧 好 我想吃一下太好了 一順百年老店 對啊 這種冰棒就是小時候 最愛吃的那一種 真的 雞仔冰那一種 老闆妳好 妳好 很多明星來過 真的耶 王力宏耶 好帥喔 好大牌喔 對啊 花生什麼事 過去 花生 什麼事耶 真的是 怎麼會在這裡啊 得來全部費工 真的 心問苦耶 剛好可以吃 好開心 耶 老闆 老闆 我要跟你換問題 好 那我現在顧你們有 很多問題嗎 來 老闆 心補有三接六項九中池 其中九中池是哪九家 荒 荒沒有 豬豬也擺 豬豬有 豬有 陳 陳有 攝影師姓什麼 豬豬有 豬豬有 豬有 豬有耶 再猜下去 百家姓都要被你們給講完了啦 還好心補的中池沒有少見的信事 老闆真的是為哪裡啦 幫 幫沒有 老闆這八個怎麼可能 六八個 其實你們是答對了 蛤 目前就藏在這間中池裡面 如果在三分鐘之內 你們沒有找到牌子就會跑到下一家中池 什麼 好累喔 計時三分鐘開始 太突然 太突然 你們怎麼在這裡會不會太狠呢 所以我們現在這樣就算過關了嘛對不對 還有喔 還有 一百年的歷史喔 對 而且這個 是王力宏吃過的 王力宏吃過 對 吃了會變王力宏 有沒有 很好吃 有八個 其實你們是答對了 不是九個嗎 對 有八個姓氏 可是有九個中庭 其中一個姓氏有兩個 哪一個 劉氏雙塘墓加一個正上的劉家祠 所以 所以有兩個姓氏 對 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好 來囉 仿寮地區的劉氏雙塘墓 中正路城市家祠 劉氏雙塘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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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有答對啦 姓氏好稱是全台灣 中池密度最高的鄉鎮 因為中池與中池間的距離 幾乎都靠步行就可以抵達 而且最近還特別串連中池 將他們成為一個博物館群 意思就是他們的建築 本身就是博物館啦 老闆的冰店更是匹配百年不羈 一樣有歷史耶 到底相傳百年的製冰技術 做出來的冰棒有啥不一樣呢 吃冰了 酸酸甜甜 真的是荊棘耶 而且是很濃郁的 而且我還有吃到那個果皮 你是果皮一起下去這樣買 對 果皮果肉一起打成薑魚 然後做冰棒 難怪這個招牌 因為一般來講 雖然是有荊棘口味 可是它味道可能比較淡 對… 烤濃它應該就是完完全全 打成汁就把它變成這樣 對… 讓你感覺一下特加庄的酸質 就是特加庄的酸質就好 酸酸甜甜 就像粗略一樣 對… 米糕也有 米糕就像結婚的一樣 真的 幸福 因為它吃起來 還有糯米在裡面對不對 對… 那種甜甜的 很像是過年吃的那種米糕在裡面 而且它很香 它是會在你嘴巴裡面劃開來 對… 然後那個香氣整個就會衝出來 然後咬一咬 你真的可以咬到那個QQ的 QQ的糯米 糯米的口感 好吃喔 不像一般的冰都咬不到 那種顆粒的口感的感覺 對… 好好吃喔 難怪可以當百年老店 老闆家的百年冰棒 果真是非常之厲害 如果有空來新埔老街走走 一定不能錯過喔 老闆還好心地告訴五熊和小豬說 剩下的最後一張 就在九中池裡的其中一間 看過三間都毫無所獲的兩人 是否可以在第四間的劉家池 找到他們所需要的最後一張牌呢 剛剛冰店老闆說 最後一關在中池 對 我們剛剛已經去了三家 這是第四家了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這裡 對 不可能九家就要去玩吧 不會吧 不會吧 我不要 妳是不是在找牌子 告訴我們牌子 目前就藏在這一間中池裡面 正面 但是 如果在三分鐘之內 你們沒有找到牌子 就會跑到下一家中池 好嗎 好累喔 所以現在計時三分鐘開始 太突然 新生的是哪一位啊 太突然了吧 天啊 你們兩個可別漏氣 一定要找到柿子圖片 不然你們今天 就要在中池度過了耶 各位留駕的祖先打人們 不好意思打擾了 幫幫兩個小妹子吧 你們傳在這裡會不會太狠了 走 拿出來 拿出來 這整個拿出來嗎 對 天啊 太狠毒了吧 重點是它長得跟蠟燭很像 然後它又這樣子放著 然後完全看不出有屬於人 太狠毒了 真的很難耶 不過我們總算找到 但我要知道我們到底有沒有超過時間 有嗎 大哥不好意思 來 你好 算是超過一 有嗎 沒有 我們沒有擦過 剛剛好三分鐘 這真的很難找 恭喜你們順利找到了 這一個 隱藏了非常好的一個牌子 那大哥請問你是 我是專目取火的黃伯君 專目取火 你家是古時代 不是 專目取火是我們在這邊 開設的一個空間 藝文空間 也是一個劇場 文創的地方 現在很多板窗青年 對 所以是伯君大哥就是了 那伯君大哥請問 我可以跟你換一下問題了嗎 在這裡 來看一下問題是 心埔有三階六項九宗詞 其中六項是哪六項 六項 六項 我知道 剛剛我們有經過一個叫那個 大水巷 大水巷 沒錯 還有 沒有風向 跟心埔這邊有關係的 花燈巷 沒錯 花燈巷 花燈巷有耶 就是上學之後不想上學 然後就逃出學校的 逃學巷 沒錯有一條巷 只是這邊的人 翹課都會走那一條巷 真的假的 空中有一種鳥 會在空中飛 飛得很快 腦暈巷 不是 尾巴像剪刀一樣 燕子巷 沒錯 燕子巷 還有喔 還有 趕快 六條巷 好累喔 你們累我比較累吧 不然我們彈一點 對 妳來告訴我答案 我剛剛跟老闆要的 他不亂給人的 我跟妳講 超好吃 一百年的歷史 對 而且很便宜的 是王力宏吃過的 我確定叫那個四果冰 要不要 所以吃了會變王力 壞壞壞 妳其實已經有點像了 有沒有 滿好吃 是不是 好好吃喔 很Q對不對 而且裡面有好多 而且你一咬就把它四個 四果都吃下去了 沒錯 咬了之後 好吃到我都說不出話了 所以是不是要讓我們過關 沒問題 接著 這個就是我的正確答案 三接六項九 總值的六項 戰鬥 為什麼 他們是不是缺水 每天洗戰鬥澡 不是 因為星浦這邊曾經 日本人來佔領的時候 有一群星浦人在那邊 跟日本人戰鬥 所以叫做戰鬥巷 所以我們現在這樣 就算過關了嘛 對不對 沒錯 那我們禮物呢 禮物就是 你們還要再玩一個遊戲 它有白白的 它是 它是整個 這邊上面都是那個四雙 對 這跟石頭要打到 它會痛 它會痛 它掉到那個下面 打到腳都會痛 對啊 妳要吃一下柿餅 這個咬起來 就會有一種 咬到火肉的感覺 火肉 吃久了它有一點像是那種 烤龍眼的味道 有龍眼乾的感覺 對 有龍眼乾的感覺 明明吃柿餅怎麼會吃到龍眼乾 對不對 對 我一直想吃 因為我們要用龍眼木烤 真的嗎 對不對 我就是覺得只有一個烤味好香 那我們禮物呢 禮物 就是你們還要再玩一個遊戲 為什麼 玩不夠啊 我要帶你們來認識宗祠 這所謂的六項 可是陪伴老新蒲人 在小時候的會議啊 雖然有很多歷史的痕跡 已經不再被看見 但是因為富於他們 具有意義的名字 這些巷弄似乎也產生了溫度 也拉近和遊客之間的距離 這個就是專目取火 在新蒲努力在做的事情啦 我們接下來要來玩遊戲 這個遊戲叫做 Play Play文化體驗 我們要用Play的方式 我們要告訴你們宗詞是什麼 好 首先我要請 等一下請你們兩位 你們要互相送禮物 送禮物 就像感情非常好的閨蜜一樣 要怎麼送呢 但你們現在身上 應該沒有帶禮物吧 沒有 所以我們要用想像力 來送禮物 想像力 透過簡單的小遊戲 假裝送禮物的過程 發揮想像力 最後再告訴你真正的答案 由小而大 其實就是組成宗詞建築的 基本要素 也同時能夠體會 當初前人 蓋宗詞時的辛苦與困難 別以為 這是特別為我們設計的遊戲喔 你為什麼會來新蒲這邊 做故事劇場呢 其實我當初我人是 我是台北人 台北人啊 對 但是因為來 因為工作的關係 就來到了新蒲 做著做著就發現 越來越喜歡新蒲 喜歡新蒲的稻田 喜歡新蒲的房子 喜歡新蒲的人 還有吃的東西 各式各樣的東西 那就決定好吧 那就留在新蒲 然後後來因為自己 又喜歡表演 所以就做了一個故事劇場 那我們現在就會 像剛剛這樣子 用表演的方式 用肢體體驗的方式 讓大家去了解這些 我們喜歡的東西 這也算是一個 很不一樣的一個文創的方式 文創 會讓小朋友 會覺得更有興趣 來認識這些 小豬 這次您說對啦 古蹟歷史 對小朋友真的太精深 用遊戲的方式 卻能馬上懂得 前人開墾的過程和辛苦 專目取我故事劇場 就來用演的方式 讓大家更認識新蒲 也更了解新蒲 三間六項舊宗詞的 故蒲與美麗 而下一站 帶你們去看更美麗的秋天景象 走 好多 金黃色的 對啊 你知道我們今天吹的是什麼 崩嗎 酒醬崩 沒錯 每當農曆九月的時候 新竹都會吹酒醬崩 就是飾品最好吃的季節了 你看我們現在看到 好多好多的飾品在那邊 滿滿的 那裡有個大姐 我們去問她一下好不好 是 問一下 因為我們看到這裡好多的飾品 對啊 有好多的人 是不是在這個季節 這邊每天人都這麼多 是啊 他們來拍照片好漂亮 真的嗎 飾品也好吃 可以 反正是要小心 柿子可以燃燃又可以美麗 沒有一番風味 好壯觀喔 我天啊 很壯觀 柿子海 我這一輩子都在外觀 這麼多柿子 而且它上面的柿子 有那個比較白的 比較淺的跟比較深的 顏色的顏色不一樣 而且長大的柿子 變成小小的還可愛嗎 其實我覺得啊 這柿子乍看之下 真的很像工業 真的嗎 因為秋天看過去 就是這種橘色感覺 最溫暖了 秋天到新埔肯定離不開 跟柿子有關的話題 而對於新埔人來說 秋天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就是要做柿餅 到底柿餅是怎麼做的呢 快點來去看看吧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要體驗一下 到底他們是怎麼去做這個柿子的 柿餅的味道 柿餅 柿餅伯你們一天要削多少柿子 他這些美女一天可以削三千斤 三千斤 對 柿餅伯我想問一下 這個我們現在可不可以直接吃 可以嗎 你試試看 它看起來很甜耶 什麼味道 失戀的滋味嗎 失戀的滋味有這麼難受嗎 有口難言 怎麼會這麼酸啊 色 對 很色 苦色 苦色 失戀就是苦色的味道 只是我吃過最難吃的柿子 對啊 笑不像失戀的滋味 笑 好難言 對啊 想哭 這些柿子只有七分熟 當然還是色的呀 但是大姐說七分熟的柿子 才是做柿餅最好的原料啦 笑好的柿子得先送進炭烤室裡 用低於五十度的溫度 加以紅乾之後 就能享受久降風的洗禮 不只靠風帶走水氣 還要用人工加以按摩 如果天氣好一個星期後 香甜可口的柿餅就完成啦 這有三種柿子耶 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嗎 這個是牛心柿餅 牛心柿 就是已經吹乾的這種 那這個呢 這是什麼 柿乾 柿乾 這是什麼 也是柿乾 一樣是柿乾 它比較硬 它是整個這邊上面 都是柿霜耶 對 這跟石頭要打到 打到會痛耶 它會痛 它掉到那個下面 打到腳都會痛 對啊 它吃什麼 我們現在來吃吃看這種 對 這是 這是什麼 纖維的味道 烤味會更重是不是 對 我覺得四酸環蠻好吃的 很好吃的 你要吃一下柿餅 這個是十四隻牛心柿 這個就停不下 吃久了 它有一點像是那種 烤龍眼的味道 有龍眼乾的感覺 我明明吃飾品 怎麼會吃到龍眼乾對不對 很像是很炸的 很想吃的 因為我們要用龍眼木烤 真的嗎 所以它要吸收它的龍眼的香 難怪 我就是覺得有一個烤味好香 更香 因為吃龍眼木 對 這個咬起來就會有一種 咬到果肉的感覺 果肉 可以咬到一顆一顆的 還是可以嚼得到 但這種就比較沒有 對 對 拿著充滿柿子的香氣 好甜 好甜 那是因為二姐一家 是新蒲鎮上少數還堅持 用古法製作柿餅的店家 尤其那柿餅上的柿霜 更是極限量 也難怪每到假日 都是滿滿的人潮 都成了觀光景點了耶 今天在新竹縣新蒲鎮 越在地人度過了非常充實 有趣的旅程 不只看到新蒲人的生活態度 更看見他們對於傳統文化的 重視與堅持 下次來到新蒲 多到巷弄裡 傳傳門子 說不定會有更新奇 有趣的事情發生喔 還是愛玩客 我們下次見 請按摩 我們下次見 請按摩 另一位 請按摩 勵 請按摩